在2015年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开始蒙了 已经分不清黑跟蓝色 看电视机很刺眼 连人像都分不清了 到2016年的时候 我就去换眼镜 检验眼镜的朋友就告诉我 我的眼睛已经80%展白膜了 过后我在YouTube那边找眼睛的案例 我就看到有一个案例 是用姜汤洗到眼睛好的 我就尝试用淡姜汤 用棉花来洗眼睛 洗一天洗很多次 但是没有什么效果 我就改用浓姜汤 一天滴三四次 晚上滴三四次 滴三个月过后滴下去 那白膜就会好像白沙那边在外面了 然后晚上滴的 早上起来 我用那个淡姜汤来洗眼睛 不要太冷 可是要温温 就是这样 把眼睛的 把眼睛在里面转 眼球转 它就不辣了 它很舒服 白沙都出来了 底下烫下去浓浓的 白沙很快就融化 滴下去的时候很湿 眼睛盖住 等眼泪流出来 是黏黏的 那个黏黏就是白沙 融化的 然后温敷 温到眼泪流出来 也是黏黏 黑水洗白沙咯 白沙还没有出来的时候 你还看得到 白沙出来的时候 眼睛会更蒙 黑眼就给那个白沙盖住 你看东西 蒙蒙白白的 一定要一直在滴 滴到那个白沙干净 眼睛才会亮 有一个朋友在亚加达的 他滴到白沙好了 连他的近视眼睛都不用带了 那个是真的 每天我用原始点 调我的身体 就是每天早上 打八段井 过后我就喝姜汤 我的姜汤 开始是两厘的水 煮成一半 煮两次 每天喝姜 没有喝白盖水 就是喝姜而已 如果有觉得不舒服 我就走 头不舒服 我就头部原始点 然后如果我觉得 整身很弱 我就整身的原始点 谢谢大家